现在启示录 带您看见台湾新思路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伟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说起北宋众臣司马光 你应该会立刻联想到一个 耳熟能详的故事 那就是司马光砸钢 当时七岁的司马光机智砸破水钢 救出朋友的经典故事流传了千年之久 不过七岁的孩童真的砸得破大水钢吗 甚至有人说 司马光根本就没有砸过钢 此话怎说呢 而作为北宋著名的一代大儒 史学名家 司马光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为何处处和王安石针锋相对 甚至司马光不惜花上十七年 就是要对一名乡下女孩赶尽杀绝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请看资深记者王卫金 陈维佑的深度报道 一天七岁的司马光跟小伙伴 带后院玩耍 其中一个小孩爬到大缸上 失足掉到缸里被水淹没 别的孩子看见都吓得跑开了 司马光却集中生智 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 使劲向水缸砸去 缸破了水涌出来 小孩得救 这个故事从宋史里面出来的 那宋史是元朝的宰相托托所洗 司马光杂纲究竟是基于史料的合理演绎 还是背离事实的胡乱编造呢 好在是司马光 这可是个出了名的大好人 小时候都知道杂纲救人 司马光当真如此坦荡光明吗 他是否有着顽固狭隘的暗黑面貌呢 他接连上奏 论公主内宅状和正家杂日 以祖宗家法要求宋人中 必须借赐公主 福康公主究竟做了什么 招致司马光接连弹劾 而史事中的司马光 真如戏剧那般迂腐固执板偏激吗 司马光王安时 为何成了一生的阵敌 司马光又为何不惜花上十七年 就是要对一名弱女子赶尽杀绝 时间回到西元1026年 地点在河南光山 一个七岁小男孩 做出一机智举动 让他名闻天下流传千古 当时所有人一风而散 唯独司马光冷静地拿石头 急破大纲 将小孩做出来 七岁小孩聪明超龄 机智旧友令人赞赏 不过这耳熟能详的故事背后 确实疑点重重 据宋史司马光列传记载 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 按照古时虚岁计算年龄的惯例 司马光当时应当最多六周岁 六周岁的小孩放到现在 也就是个一年级的小学生 量身高 七岁小孩一般身高多在110到120公分左右 即使古代孩童或许比较矮少 估计司马光砸破的钢 至少也得有一公尺高 只是宋代烧制得出这么大的水缸吗 史料又是如何记载呢 这么看来宋史描写 跌落水中的小孩 爬上的是瓮并不是钢 其实宋史是出很多的问题的 有很多的地方都是考证起来 应该都不太准确 那宋史的一个来源 它是来自于南宋的大学者朱熹 他的这个引述 那朱熹的材料 又是以至于北宋的一个师生 叫做士惠宏 根据北宋师生惠宏所著的 冷战夜话记载 故事大致如宋史的内容 不过司马光砸得不是钢 而是翁 从外形上看 钢一般是体型较大 钢必成坡形 底部到钢口逐渐张开 而翁一般是大度口比较小 翁必成一定弧度 在宋代 烧制不出能装人的大水缸 这样的大水缸 要直到清代才普及到 寻常百姓人家 而司马光砸钢的说法 最早出自于清光绪三十一年的 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 小孩子读了启蒙的书 觉得司马光砸钢这个比较压育 就把这个司马光砸钢这个东西 就变成教科书 把启蒙的书放上去 也比较好记 尽管因为史料转载流传 将司马光砸破的瓮变成了钢 但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司马光少年老臣的性格 可从史籍看出端倪 根据史料记载 司马光出生于官宦之家 家中世代在朝中担任要职 司马光也因此得到很好的教养 在小时候就展现了过人的才智 七岁能背诵左侍春秋并理解 因此被升为神童 长大之后司马光不负众望 高中近视时才二十岁而已 年纪轻轻就踏入仕途 然而近视极地 仕途不见得就能顺顺利利 但司马光能在短短两年 从一个地方小官升为朝官 与一位贵人的赏识与提息 优遮莫大关系 庞吉我们现在可能听起来比较陌生 但是庞吉被写进这个包公案里面 变成了所谓的庞太师 庞太师是一个奸诈的角色 历史上真实的庞吉是一个证人君子 而且是非常公正令人钦佩的一个人 庞吉是司马光的恩师 也是司马光父亲的同事 而他的父亲过世后 庞吉将司马光视若挤出 不予一力栽培 他不断给司马光机会历练 而司马光也恰如其分地展现能力 所以当庞吉升任苏秘史时 还推荐司马光出任管吉教刊 虽然皇帝没有答应 但等到庞吉当上宰相 就让司马光如愿以偿了 调回京城的司马光 担任的职务修起居住 红之渐远 比起管阁学士更能接近皇帝 他的执掌要务除了记载皇帝言行 更要掌握愚情提供渐言 身处在不杀大臣及严氏官的 北宋士大夫乐园 司马光刚烈直见的官场舞台 就此拉开了帷幕 干冒天下之大不韦 司马光任职五年期间 前后上奏书一百七十余份 紧盯西下五子的宋仁宗 尽早立除解决祭祀问题 加油五年 西元一零六零年 司马光更将他的弹劾目标 锁定在了宋仁宗最疼爱的长女 福康公主 所以她接连上奏 论公主内宅状和正家杂日 以祖宗家法要求宋仁宗 必须借赐公主 目的无她 就是为了给天下做榜样 眼国公主 她其实嫁的对象并不是她想要的 然后只是就是宋仁宗之间 因为她觉得 她必须要对她母亲的家族有些交代 因为她母亲最后死去的时候 她在生前的时候 她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她的母亲 为了要让她母亲娘家的 有些发展有些好处 所以她想到的各种的补偿的方式 没想到用了一个笨方法 就是把最疼爱的女儿 嫁给这个母亲这一家的 然后嫁给一个才气不错的 一个叫李伟的 可是李伟长得丑 所以就变成这公主并不喜欢 原来福康公主与内室梁怀吉 夜间相对小酌 被在外窥视的父马母亲带着正着 引爆妓院一生的婆媳纠纷 委屈的公主奔回皇宫 她夜寇宫门求见父亲宋仁宗 在这个事件上面 历史其实是游戏 但司马光反对的 不是公主本身这个人 而是公主在这个事件的时候 半夜超猛 也就是说违反法令 这公主等于说做事不合逻辑 也违反了理智 司马光最重是理这个东西 理智不合 不管你天大的事我都反对 违反皇家体制之外 那个太阶也不是正常的 那个逻辑上面一个正常的感情 在宋仁宗吉利维虎之下 内室梁怀吉保住了性命 但被贬处 家幼七年 七元1062年 公主与驸马李伟正式合理 后来有人评乱 司马光是说 你最好不要做官 你还做学者1.1 所以后来司马光 写自治通宪的时候 他大概游穿千古 可司马光做官的时候 很多问题产生 不少学者如此评价 司马光写书历传 更甚为官 因为他人品和文品 严重分裂 而这点似乎可以从 司马光与正敌王安石的 缠斗间找到些蛛丝马迹 两人水火不容的激烈交锋 要从西元1067年 宋仲宗即位不久 开始说起 刚满20岁的皇帝 怎么也无法理解 洋洋大宋 竟会变得如此鸡贫鸡弱 宋神宗先将目光锁定在了 大名鼎鼎的汉林学士 司马光身上 司马光一向以正直感言组称 道德学问为世人推重 宋神宗一开始 对他寄予厚望 司马光却大谈修心之药 教导宋神宗要做到宽仁 明智 鹦鹉 他说的道理虽然没错 却失之空洞抽象 都说家贫享贤妻 活难思良相 这时一位世人接赞的 荒世大财进入了宋神宗事业 司马光跟王安石年轻时也 一度加好 西宁三年 西元1070年 王安石担任宰相瑞行变法 怎料王安石与司马光 友谊的小船不但说翻就翻 还彻底覆灭了 也有人说是司马光身受 儒家思想熏陶 无法接受新思想 新作法 更有人说 司马光是地主阶级 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反对新法 农民并不想要这个贷款 结果官员为了要表达他的业绩 因为这有业绩考量嘛 然后就鼓励农民去带 这场宋神宗时期的马王政争 于西宁三年 西元1070年 司马光自寝离京 暂时画下休止符 新法本身也存在许多缺点 引发所谓的新旧党争 王安时因为身体有病 屡次要求辞职 但宋神宗不许 到六月时 王安时的儿子壮年而逝 王安时悲痛欲绝 已经无法集中新神来处理正事 宋神宗这才让王安时辞去相位 元丰八年 七元1085年 刚即位的宋哲宗年仅九岁 高太皇太后垂帘俯正下 司马光再度登上 仕途巅峰 设政的高太皇太后 让司马光再次拜下 司马光重返政治舞台 全盘推翻新法之外 这次他更将矛头对准了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乡下女孩 宋仁宗明晰年间 13岁的登州女阿云父母双亡 被贪图聘离的叔叔 卖给光棍回阿大 这个很丑的一个男人 叫伟大 一点都不伟大 甚至可能就还会家暴他 会欺负他 所以他心里头非常的不满 觉得说为什么要受到 这个男人的欺负 我被家暴了 然后他用这种方式去欺负他 他无处 无冤可生 他就心存反抗 所以他就拿刀子去砍 根据宋律规定 谋杀亲父是唯一死刑 既然阿云是伟阿大 未过门的妻子 知县当然会判阿云死刑 不过 登州知府许尊复查时 认为首校期间婚约无效 并以后果并不严重为由 建议指判有期徒刑 后来案件骤报朝廷 大理事认为阿云是蓄意谋杀 理应死刑 这起谋杀未遂案 引发律事之争 甚至卷入了新旧当真 官司打到宋神宗那边 皇帝让王安石跟司马光论断 王安石支持知府判处有期徒刑 但司马光却支持大理事判处死刑 于是朝中争论了一年之多 表面上是法律条文跟司法判决之战 实际上背后却是观念的冲突 最后宋神宗赦免阿云死罪 裁定为三十七年徒刑 据说没过多久 朝廷大赦天下 阿云被放回家 怎料本以为了结的阿云一案 却在司马光拜相不久 又被翻出在意 他后来重新掌位 他觉得不对 这个事要做成一个榜样 给大家看法律榜样 有可能就把阿云给杀掉处死了 而这一天司马光等了整整十七年 十七年后 司马光重新当宰相的时候 就在重则中的这个初年的时候 他当宰相 他一直记得这件事 他就把阿云给抓过来 而且是立刻处宰 来实现他当时的一个想法 因为如果在司马光的想法里面 如果不是这种 如果你是 你这就是谋杀亲夫 谋杀亲夫 你就要得到这样的处分 而不是放过 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 苏氏苏东坡文采过人 他诗词歌赋书画样样精通 但是苏氏的官运却始终不太横通 甚至可以这么说 苏氏一生为官 但他不是被贬 就是在被贬的路上 宋神宗原封二年 西元1079年 年过四旬的苏氏 在湖州被逮捕 玄疾被带往汴京 关进了御史台狱 也就是当时的国家第一监狱 命在旦袭 苏氏到底犯下了何等的滔天大罪 让宋神宗不惜违背宋太祖 不杀大臣严氏官的祖训 就是要取苏氏的性命呢 苏氏又是如何逃过死劫的呢 继续是资深记者王卫金 陈维佑的深度报道 陛下 先任湖州执州苏氏 在卸表中嘲弄朝廷 妄自尊大 莫无人主 御史台李定等人 看了诗文之后认为 苏氏是攻击朝政 反对心法 因此提出弹劾 宋神宗因此派人勾涉苏氏 加以审问 由于屋台就是御史台 所以后来这件案子 就被称为 文豪苏氏 诽谤朝廷 藐视皇帝 苏东坡其实 他也没想到写几首诗 骂骂朝廷 发发牢骚会死 所以苏东坡后来获罪的时候 心情很沉重 他甚至准备了毒药 金丹放在怀里面 哪一天没人的时候 我就吃了 死了算了 苏氏当真起了谋反之心吗 他又是如何逃过死劫呢 苏氏一生屡被贬折 甚至可以这么说 他不是被贬 就是在被贬的路上 然而就在原封二年 西元1079年 官运不济的苏氏出事了 他从徐州 徐州太守转任胡州太守 那宋朝的规定 就是你官员到达这个 新任的时候 你还要对皇帝表达这个致谢 所以他上了一个谢表 他上胡州谢上表 大义是说 陛下知道我愚昧不堪 不合时宜 难以和变法派共事 又考察我年老不爱绅士 在地方管理普通百姓 勉强及格 不过这番话 摆明是不与当朝新贵合作 也借此表达对新法绅士的不满 苏东坡从来没有想要造反过 他只想要让国家好 那你十几个人这么一上来 宋神中一定听得魂火大 越听就越生气 所以就要置他于死地 就这样苏氏从胡州一路被押 直送京都御史台监狱 所以他的屋台实案是这样 所谓屋台指的就是伯台 那伯台因为 为什么叫伯台 因为种了伯树 伯树上面常常栖息着乌鸦 所以伯台又被叫乌台 那伯台就是 御史他们办公的这个处所的附近 所以在现代我们讲 监察院的监察委员 我们也叫伯台大人 苏氏不支持新法 偏偏他的诗文又很有影响力 这当然会使宋神中大怒 想杀之而后患 记住 平日里送些清淡的饭菜 若有杀生的消息 给我送条鱼 不愿见到的这一天 难道还是来了吗 打开饭盒的苏氏 脸色大惊 就托他的朋友送饭过去 那朋友觉得说苏东坡吧 文豪吃得好一点 不要吃一些什么 青菜豆腐什么的 弄条鱼给伯父尝尝看吧 苏东坡一看 怎么送鱼来了 这个等于说是朝廷要杀我了 开始写一首诀别诗 不忍一代文豪 因文字语终结生命 新旧党人奋力奔走营救 新党营救最利的就是 后来泽宗的宰相叫张敦 然后像王安石在内 也都出言发声 为这个苏氏来做发声 宋承宗过来还是因为他的祖母 就是朝太皇太后 朝太后下令了 求于狱中达一百三十天 保全性命的苏氏被扁黄州 屋台诗战最终以苏氏被扁黄州 冲团练赴使 不得签署公文结案 不过他出狱之后诗信大发 又写下一首诗 里头有两句特别耐人寻味 那就是平生文字唯无类 此去生名不厌低 塞上众归他日马 城东不斗少年鸡 这里的少年鸡 指的是唐玄宗时的甲昌 甲昌因为会斗鸡 享尽荣华富贵 那这首诗就摆明是 把陷害他的人都当作是甲昌了喔 如果御史台的人真要追究起来 苏氏又犯了对皇帝大不敬的罪了 这一年苏氏43岁 被扁黄州还只是他贬折仕途的开端 不过经此一难 苏氏闻风批扁 他的心境有了很大的转变 关注焦点从优国优民 转换到更宽广的人文情怀 而在作品上 他的风格也从豪迈变得婉约 题材也从国家大事 转为民间疾苦 另外在人性上 苏氏也看得更彻底 苏氏迷很多啦 所以后来就要了一个五十亩的地 那块地也是荒地 本来是军营用的 所以他就去开墾他 要去施肥 要去做怎么样 让那个地可以用 那这个地呢 因为在东坡上 所以他后来就称为东坡居士 所以他的东坡是这样来的 在他没有贬官到黄州之前 他从来没有说 他自己是输东坡 可是贬官到黄州以后 这个东坡的名号 反而比他的名字 要来得更响亮了 坎克的仕途 曲折的人生 苏氏内心倍感迷茫 他更加激情于山水 还有美食 要少点水 慢点火 火候到时 他自美 他就是做一个形容 那这个形容 他没有说 他做的叫做东坡肉 可是后来的人 因为很喜欢熟东坡 然后就根据他的方法 就去做 然后切出一个方方正正的肉 上面有个道杆这样挂着 就把它称为叫做东坡肉 其实以东坡为名的食材 非常的多 至少有一两百项 原封八年 西元1085年 支持变法的宋神宗病逝 由年仅九岁的宋哲宗 召许继位 由于皇帝年幼 高太皇太后 依照了宋真宗皇后 刘娥的先例 垂帘听政 没有想到 却造成了宋哲宗日后 偏激叛逆的性格 被高太皇太后架空的八年岁月里 哲宗皇帝遭遇了什么事情 而当太后驾崩 宋哲宗总算亲政 摆脱束缚的她 却彻底的爆发开始 沉迷女色 二十五岁便揍事了 外传宋哲宗的英年早逝 是因为纵欲过度所导致 这是真的吗 请看资深记者王卫京 陈维佑的深度报道 原封八年 西元一零八五年 宋沈宗病逝 即位的宋哲宗年仅九岁 太皇太后高涛涛 仿上宋真宗皇后刘娥 开始垂延听政 宋哲宗登基之时只有九岁 同时有三位母亲 包括高太皇太后 相皇后 生母德妃诸世 面对三娘交子的情形 可以想见宋哲宗压力 有多么的大 尤其是垂帘听政的高太后 对宋哲宗的管教 尤为严格 为了避免宋哲宗单于女色 高太后派了二十个年长的公平 照顾起居 又常要宋哲宗在晚上时 到自己的踏前阁楼就寝 那这就等同于限制她的自由空间 她的祖母对她应该是压抑很大 有很多的压抑 因为基本上垂帘听政 表面上是应该皇帝要管的事情 她都拿去管 然后她的这个意见 皇帝其实又不满意 不满意她又说不出来 有一次高太后问哲宗 你为什么不表达自己的意见呢 哲宗回答她说 娘娘已处分 还要我说什么呢 高太后听了之后心知肚明 这是哲宗在做无声的抗议来着 但反而更不敢放下权力 大臣在宙事的时候 只跟高太后讲话 屁股对着宋哲宗 说到觉得我是皇帝 虽然我九岁 我有那个见识的 你这样对着我不礼貌 元宥八年九月 高太皇太后一去世 宋哲宗就直接改元 将元宥九年 直接改为少盛元年 因为在她眼里 元宥是旧时代的产物 是她作为天子 被大臣跟老太后 玩弄于鼓掌的黑暗时光 她要用改元来证明自己 才是真正掌握实权的皇帝 所以她不惜用篡位者 才会即刻改元的形式 来昭告天下 宋哲宗终于走上了台前 曾经的压抑愤懑怨怨恨恨 如今一股脑的倾泻而出 宋哲宗很讨厌高太后太后 甚至还骂高太后太后 老奸善国 宋哲宗在张纯等人的挑拨之下 只指高太后老奸善国 以恢复神忠实的制度为借口 想要追费她太皇太后的称号 后来因为向太后 与朱太妃极力劝阻 宋哲宗才勉为其难罢手 所以她还好没有因此一意孤行 此时的宋哲宗 无论前朝还是后宫 他全都要一手掌握 在她死后 宋哲宗觉得自己终于解脱了 在性生活上格外肆无忌惮 末皇后是一个才华很高的 美貌美女 就是美女一个 她的后宫美女非常的多 因为她的祖母去世以后 她就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她就想要去展现 她的一个意志 她就把末皇后给废了 因此孟皇后还是被 折忠所废 而刘婕瑜也顺利登上后卫 摆脱束缚的宋哲宗 肆无忌惮 单于女色 只是纵欲过度 会是宋哲宗才二十五岁 便英年早逝的祖婴吗 宋哲宗自小便体多多病 根据史料记载说 她自入冬以来 多次感冒伤寒 变成永久疾病 服药已经没有成效 最后导致不能挽留而去世 所以可见得宋哲宗是死于 感冒伤寒没错 不过还有另外一份史料 叫做真宫遗路 里头记载说 她是死于性生理疾病 也就是纵欲过度 高太皇太后辅政的九年岁月 被群臣无事 冷眼相待 蹲到都快躺平了的宋哲宗 纵身一跃而起 我有一招言若掌权 我一定来干掉这些言若大臣 所以后来做能宋哲宗 当皇帝之后 开始禁费旧法 宋哲宗想要挽回 神宗时变法的成果 下诏要求各地恢复 神宗时实行的西风心法 几年后被宋国立大臣 在宋哲宗新政之下 国立意外的真真日上 宋哲宗也改良清苗法 清苗法 灵活地将国家代替富户 把粮仓储粮 折算为本钱 以20%的年利率带给农民 以缓和民间高利的现象 这项新法 是王安石变法历程中 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法令 清苗法不是一个坏的法 只是在执行上面 如果你能够去督导 确实地去督导的话 它会变成是一个有效的法律 而实际上 王安石也实验过 他的实验来讲是成功的 从地方推广到全国的时候 这个过程里面产生了偏差 早先的清苗法 有点类似今天的农业信贷 是将原有的国家储粮 折算成本以20%的利率带给百姓 但这20%的利率 对农民来说还是负担很重 因此后来折中加以改良 改良后的清苗法 变为此一分之息 那这对农民来说 当然大大的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牙字毕教有求必报的宋哲宗 不只对朝政重拳出击 他的强势作为更延伸到了边疆 西夏跟北宋是一个舍不清的关系 北宋很多外族 但最讨厌的就是西夏 因为他边聊可以用残渊之谋 跟一些和谈或者护士都解决 但西夏不是 宋神宗原封五年 西元1082年 爆发了北宋对西夏 最惨烈的永乐城之战 作为西夏的最高统帅 梁太后呈宋军立足卫文 率领大军扑向刚刚竣工的永乐城 永乐城一战死难十余万人 这是自大肃建国以来 从未有过的失败 一言到你打那个北宋的西北部 所以北宋后来用了犯忠言的方法 做人都成杖守住 那本来在那个宋神宗的时候 王安石用了个名将去打西夏 把他打乱七八糟 要狠地回来 或用一个司马光的关系 就把地还回人家了 可是宋哲宗觉得 我不干这种事了 打回来 兵勇相见 成了宋哲宗与西夏小梁太后 对话的姿态 哲宗汲取神宗石跟西夏交锋 失败的教训 左手调整西北人士安排 他大力任用吕慧清 跟张杰经营西北 同时接受张杰的建议 在边境修阻平下城 来据形态以陛下 西夏文训后 急忙派出军队破坏 张杰两败西夏 这叫做平下城之战 在平下城之战里面 西夏几乎要亡国 仿佛耗尽全身经历 元福三年西元1100年 宋哲宗病逝得年25 他清政短短七年 为北宋带来最后的回光返照 有人认为 如果哲宗多活个几年 就没有后来的宋徽宗跟宋清宗 北宋也不会那么快就亡国 这是很有道理的 尽管宋哲宗力图改革 但是新旧党争越发激化 国家运转空耗 种下了北宋灭亡的种子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欢迎观众一起上 《现代启示录》的YouTube订阅跟分享 另外我们的podcast也已经上线了 欢迎您下载收听 我是曾伟 我们下次再会